英國航空母艦伊麗莎白女王號 停靠新加坡 展現英國想在印太地區 擴張勢力的野心 意麗莎白女王號上週末 率領一支英國航艦打擊隊 和新加坡軍隊共同演習 其中包括了海軍的演練 以及F-35B戰機和F-16戰鬥機的模擬戰鬥訓練 英國計畫在亞洲海域 常態性的部署兩艘軍艦 與美國和西方盟邦一同牽制中國 在印太地區擴張軍事勢力 而在印太地區扮演重要角色的菲律賓 近期也將軍力升級 積極推動軍隊現代化 The Philippine Navy in a press release announced that the Mistral-3 surface-to-air missiles for the BRP Jose Rizal 和BRP Antonio Luna were delivered 在Subik Bay International Airport 在巴塔安上週末 飛國海軍向法國採購的西北風三型防空飛彈 8號運抵了蘇比克灣國際機場 這是首次飛國軍方獲得防空飛彈系統 將安裝在飛國首艘飛彈巡防艦 黎薩號以及今年2月抵達菲律賓的 魯納號 同時這兩艘巡防艦也將配備菲律賓 向南韓採購的海星反艦飛彈 預定明年3月抵達菲律賓 大幅提升海上戰力 同樣也在印太區域執行任務的美國海軍 7號表示核動力前艦康乃迪克號 在南海撞擊到不明物體 造成11人輕傷 艦體受損 中國十分關注 11號向美國提問 要求美方說明具體狀況 此次事故發生後 美方時隔5天才發表了一份 語言不詳的聲明 這種不負責任 拖延遮掩的態度 更令國際社會 對美方意圖和事故細節 產生懷疑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 美方有責任說明事故的詳細情況 點出了三個問題 要求美方說清楚講明白 一是事故的地點 二是事故有沒有造成核洩漏 破壞海洋環境 三是事故會不會影響海運航行安全 和漁業作業 中國認為美方態度不負責任 過了好幾天都沒有好好說明 喊話要美國給國際社會 和地區國家一個滿意的交代 歡迎新聞圖文君綜合報導 講起話來邏輯清晰 坑昌有力 還因為言詞犀利被封為法國川普 法國近幾個月可以看到一位言論激進的政治素人 他是政治記者澤穆爾 沒有政黨做靠山的他意識形態為極右翼 經常以知識分子的身份批評時政 大炮發言雖然導致他備受爭議 但也因此收穫了大批粉絲 現年63歲的澤穆爾沒有任何的參政經驗 但卻在2022年的總統大選中異君突起 以17%的支持度位居第二 現任總統馬克宏則是以24%穩居第一 極右翼的他提出了白人至上的理論 強調愛國和反移民 更直言若法國再不管之邊境 純種法國人就將會被外來移民取代 發媒就特別比較了 澤穆爾和美國前總統川普的相似之處 兩人都是主打國族主義和國家利益 川普強調美國優先 澤穆爾表示法國已經在死亡邊緣 兩人也都把移民視為主要的議題 澤穆爾提出取代理論 堅決捍衛純種法國人系統 甚至還想禁止新生兒取非法國的名字 而川普則是企圖在美墨邊境建立高牆 想杜絕非法移民入境美國 可能是法國人民對政治和社會現況的不滿和不安 讓有著天不怕地不怕姿態 強勢愛國主義的澤穆爾意外地收穫人民的心 短短時間內夾驚人的氣勢問鼎總統大位 歡迎新聞圖文君綜合報導 波蘭憲法法庭日前裁決 歐盟條約的重要條文跟波蘭憲法不相容 加劇了華沙跟布魯塞爾的緊張關係 也引發了波蘭人民擔心政府可能會脫歐的問題 於是在各地現在有很多人發起了示威行動 光是在首都華沙地區就有10萬人左右 詳細情況我們連線給記者圖文君 帶我們了解文君 是主播 成千上萬的民眾聚集在首都華沙 高唱國歌手拿著我們要留下來的抗議牌 進行反脫歐示威 我懷疑自己可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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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懷疑自己的抗議 憲法抵觸也就是本國法先於歐盟法律 拒絕承認歐盟法律 成員國的至高原則加劇了華沙和布魯塞爾的緊張關係 也引發波蘭人民擔憂 政府將準備脫離歐盟 數萬名反脫歐的民眾們 10號走上街頭抗議 高喊要捍衛歐洲的波蘭 各地響應的民眾相當踴躍 光是首都華沙街頭 就有將近10萬名示威者聚集一同抗議 歐盟理事會前主席 也是波蘭反對黨公民議談黨魁的圖斯克 痛批法庭依照執政黨的命令 準備將波蘭帶離歐盟 波蘭總理莫拉維茲奇 則是捍衛憲法法院的裁決 並強調這些權力應該受到尊重 但他也表示 目前執政黨並沒有計劃要脫歐 更稱波蘭現在和未來都是歐盟家庭的成員 10月10號是台灣的國慶日 同時也是北韓勞動黨的創黨紀念日 以往北韓都會大肆慶祝 但是今年卻異常的低調 連閱兵儀式都沒有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連線給記者圖文君帶我們了解 文君 是的主播 北韓10月10號迎來了第76週年的 勞動黨創黨紀念日 不過今年因為不是逢五逢十的年份 北韓一改往常低調舉行 不像過去黨慶時 都會舉行大型閱兵儀式等慶祝活動 不過還是可以看到北韓人民們 不畏風雨的到前領導人 金日成和金正日同向前獻花 值得注意的是 這次領導人金正恩發表演說時 並未借機對美國或南韓釋放訊息 反而將所有的重點都放在黨務和內政上 他表示未來五年將會著重在 調整跟發展國家經濟 解決北韓人食衣住的問題 不再陷入糧食危機 這裡打造讓全世界都羨慕的社會主義強國 近年來除了國際社會 強化對北韓的經濟制裁 疫情的封鎖短期也無解 加上美雨颱風等天災 讓北韓人生活苦不堪言 金正恩這次不向外 只對內的喊話 被視為是安撫民心 希望強化團結內部勢力